忘記按鈕 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來到這集節目 GChannel和印太之戰都會聯播 今天就不講本地新聞 先講講國際新聞 再次多謝大家的關心 小弟,我覺得我的病情有再進一步的好轉 因為就吃了一隻新藥,去了一間藥房 咳嗽就不太咳嗽,不過整個上呼吸都是鼻水 醫生介紹了一隻,這兩隻就減少了分泌 好像好一點點,希望繼續努力 我現在的聲音是不是比較好? 如果朋友在聽節目可以告訴我,聲音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國際關係真的很有趣 如果大家有留意,像我一樣,我要做節目 一直留意國際新聞,是很得意的 得意是什麼呢?就是,好像很嚴峻 好像很嚴峻,但後來,事情就不斷地變 譬如在一個星期之前, sorry 一個星期之前,小弟復出 在做兩集節目,就講關於德國總理的叩頭記 德國總理又叩頭 整班華爾街的小丑又來到香港叩頭 港股又升到彭彭聲 又傳中國服償,好像氣氛一片大好 跟著,突然間一堆新聞一出 各位朋友,我們一起去看看 究竟現在中國的形勢,國際形勢 是不是一片大好呢? 先說國際最大新聞就是俄烏戰 俄羅斯就退出了赫爾松 就是列伯河的西岸 烏克蘭就重佔了赫爾松 這個很重要的佔據地 因為其實赫爾松是其中一個最大 幾乎之後最大的城市 其中一個,重要的城市 很早3月就被俄羅斯侵佔了 現在就被烏克蘭收復了 而且它是重要的據點 因為它是南部克里米亞 唯一陸路的補給線 所以如果赫爾松收復了的話 其實克里米亞的補給也是困難的 好了 在這個時候 就有一宗這樣的新聞 就是BBC的烏克蘭版 不是中文版 這個我沒法確認了 因為BBC的烏克蘭文版 我不懂烏克蘭文 有朋友可以幫我確認這段新聞 那段新聞就說 烏克蘭是否與台灣越來越朋友呢? 但是這樣做 會不會導致與中國關係變差呢? 因為烏克蘭和中國都很微妙的 他台面上也不想拉著中國 因為這是一個純粹的利益 為什麼呢? 中國現在擺明就是支持俄羅斯 和俄羅斯是無上限的 這件事對於烏克蘭來說 當然是憤怒 當然是敵人 你幫一個入侵我們國家 但是他又不可以在國際舞台上 完全和中國反面 因為你和中國反面的話 他會更加不幫你 你起碼現在不跟他反面的話 烏克蘭還可以用一些道德的壓力 就說 中國麻煩你阻止俄羅斯 你不可以再支持俄羅斯 中國做不做一件事 但是烏克蘭還有這張牌可以打 好了 但是呢 在背後上當然烏克蘭 是非常不勞利的中國 今晚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烏克蘭的國會外交委員會主席 兼友台小組主席 說這個不適應了 梅列日科 等一下 這位就是梅列日科 他透露中國駐烏克蘭大使 想約他聊天 他一夜四路 不聊 他說 我們烏克蘭 為什麼要談呢? 就是因為對於烏克蘭 開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 我們未必這麼密切留意 其實全世界議員 都好像自從Nancy Pelosi去完台灣之後 全世界議員 其實好像是走馬燈一樣 是不斷地出訪台灣的 包括烏克蘭的議員 烏克蘭的議員 是二十年來 二十年來 首次踏入台灣 這個包括聲音黨的黨魁 Kirarudic 以及歐洲團結的黨 就叫 Mcala 這兩個議員 先後訪台 在台灣 就會開駐台經濟辦事處 哇 那你中國當然是超級憤怒 好了 有 有 網絡的聲音 也有人不贊成 認為會扎著中國 但是更多網友說 對 中國也不是友好國家 是吧 甚至 有些網友說 真正的中國是台灣 我們就不探討到這個位置 好了 這個梅列日課 就是說這個 駐台 不是 駐台 這個外交委員會主席 兼友台小組主席 他說台灣 在烏克蘭最有困難的時候 是雪中送壇 因為台灣真的有資助過 烏克蘭的 是真正的朋友 所以 他支持 烏克蘭和台灣 互相開設代表處 OK 擴大和台灣的合作 這樣 他就說 當 剛才說過 中國的駐烏克蘭大使 就想找他談 他又不談 他就說 我們三月烏克蘭 被俄羅斯入侵的時候 我們找過你幫 你的大使不見我們 在你這個態度裡面 第一 你在聯合國裡面 支持俄羅斯的決議 你還要買俄羅斯的能源 大哥 俄羅斯和烏克蘭這麼近 中國買你俄羅斯的能源 你怎麼會不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你在聯合國支持俄羅斯 你自己對外又聲稱和俄羅斯無上限 你又和俄羅斯買能源 全是站在俄羅斯的 那我怎麼跟你搞 大哥 他就說 當然他明白 愛於中國的霸權 有人就說 不要辣著中國 這個梅列日科就說 唯一令中國不敢繼續支持俄羅斯 只有幾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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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美國制裁 以及要令對 有懼怕失去歐洲的市場 俄羅斯、中國、伊朗 都是破壞世界秩序 辛邪惡俗心 這是我說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作出相認 這樣 這就是烏克蘭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兼友台小組 好了 這是第一單 那你就說 烏克蘭也合理 不老禮 這個中國 好了 剛剛才說完 喂 德國 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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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o 德國 澳 澳 澳 湯 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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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歐洲大國為何會這麼笨實 但是做這些事情是有代價的 所有事情都有代價 所以香港政府 你也不要以為你這樣打壓香港人權 破壞香港法治是沒有代價 所有事情都有代價 差在什麼時候顯現出來 兩事情就顯現出來了 我在那一集節目第二節的時候 我跟大家分析過 第一,你不要說是在野黨 你執政黨 你都一定要反中國 也不是反中國 其實也不是反不反中國 正常人都要捍衛自己的國家安全 而且你中國真的霸權 真是恐怖 真是入侵 真是滲透 真是盜攝 你在野黨 你還要選 你燒J就說 你不做總理之後 你可能回中國歎世界 做過名譽顧問 其他政黨還要拒絕 你現在不能跟中國太親近 這件事 是整個朝野 整個歐洲共識 你燒J就反其道而行 好了 兩個執政黨 紅綠燈聯盟 兩個執政黨 都一起發聲 六大政府部門都發聲 整個德國民調 德國一成是信你中國 再加上美國的盟友 種種情況之下 你一二估行 你的反彈會很大 馬上來了 馬上來了 我們不再可以這麼天真 完全沒有指名道姓 但是一聽就知道 是在說給中國 你賣任何技術給中國 你都要小心 你會損失了你的技術 和經濟主權 說得很明顯 等於歐洲人權法庭 為什麼否決了台灣的反 去引渡中國 就是說可能會受到酷刑 和違反人權的對待 中國現在就是一個 會影響別人的經濟主權 盜竊別人的技術 的一個國家 是吧 好了 那在說 他不是否決一間晶片廠 而是否決兩間晶片廠 包括買Elmos 給瑞典晶片廠的Celix Celix 已經被北京的蔡薇電子收購了 而第二單deal 就是中國企業 想收購一間 叫做晶圓的溫度測試 的廠 就叫做ERS 都購買 一購購兩單 不僅 不僅 因為德國 其實中國在德國 有大量的投資 其中 在道爾斯堡 道爾斯堡 華為本身有一個很大的投資 想建立一個智慧城市 現在又否決了 好 又否決了 好 明白吧 好 德國就是這樣